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帥氣線上滑板教學 之前呢 我們有拍front side 跟 back side 的 pouch up your動作 那不知道各位目前學習的狀況怎麼樣 接下來呢 我們要教各位的是front side 跟 back side 的 all-in 這一集呢 我們會先教大家的是front side all-in 因為front side all-in 是正向轉體的 180度的輪調 這個正向轉體呢 對大部分的人啊 他會不安心 會比較容易學 當你學完front side 180之後呢 再去學 back side 180 用同樣的原理去套用在 back side的練習的話 我相信會有更好的效果 首先呢 我們要做front side 180之前呢 我們要先了解我們站在滑板上的位置 那我們在滑板上的位置呢 前腳一樣放在四顆螺絲後面 大概兩三公分的位置 這時候呢 我前腳腳走會突出滑板邊緣 那後腳點板的位置 會點在反尾的後方 然後後腳呈現微外霸的站姿 就有一點像我們的front side push-up比 所以我們front side push-up的站姿 跟我的front side all-in的站姿會有點像 那我們在確定好站姿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做front side all-in 做front side all-in呢 首先呢 第一個動作你必須要先知道 我們在做轉體的時候 我們會先借用上半身的扭力 去帶動增加我們轉體的動力 所以說我在做front side all-in的時候 或背 side all-in的時候 我都會先蹲 然後我們反方向 身體稍微先轉一點點 起跳的時候呢 先用上半身 先轉 下半身 再做點反跳 用上半身帶動下半身的方式 去把它跳過去 這樣相對呢 你在做front side all-in的時候 你在做轉180度的時候 動作會比較順暢一點 其實你們可以先在平地上 先試著一下 如果你在平地上 肩膀先不動 然後跳180度 這個動作 相對的你必須要用到 拉起來的力量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們先用身體呢 往反方向旋跳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轉的速度會變快 所以在做front side all-in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要帶到這個圓 你去跳的話 你就會變得比較輕鬆 比較容易成功 那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件就是 身體先往反方向稍微旋一點 然後第二個 你重心記得前腳要壓緊 點板跟防曬抛下比有點像 會稍微順勢向前點 那這時候呢 點跳起來的時候 你的身體旋 點跳起來的時候 你要記得 你前面的肩膀 必須要往後轉 然後後腳 順勢往前點 拉跟過去 所以說你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記得你的身體 先微往後旋 然後 上半身先轉的時候 帶動你的腳 去做動作 像這樣子 這樣轉過來 這樣轉過來 那做的時候呢 盡量看你的軌道 必須要維持在同一個直線上 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 Front Side Oli 那麼在練習 Front Side Oli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遇到以下兩種狀況 第一個狀況 就是跳的時候 身體轉不太晚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在剛練的 那剛在練的時候呢 可以去回想 像我們一個小訣竅 Kip Ten 180這個動作 模擬180 就像這樣子 模擬180動作 或是你可以練習 直接 Kip Ten 180 先看這個身體呢 去習慣轉體的這個動作 然後再來試著 練練看 Front Side Oli這個動作 那記得轉的時候呢 我們教的訣竅就是 後腳順勢往前點 記得上半身先旋 然後起來的時候 順勢帶跳的動作 後腳順勢往前點 前腳往後 往後旋 前腳往後帶 直接往後帶過來 這樣你就比較容易轉過 那麼第二個狀況呢 是接近成功的狀況 但是沒有辦法 順勢的站在滑板上 就有一點像這樣子 你跳出去的時候 你的兩隻腳在外面 但你的身體不在滑板上 會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方式呢 基本上 是因為你在跳的時候 你不是靠身體的原地自旋轉 原地自旋轉的話 你通常就不會有這個狀況 你跳的時候呢 你為了讓你的板子 往180帶的時候 你的前腳 往外拉出去 但其實 我們在做 Front Side Oli這個 帶板的動作呢 是帶起來 靠身體往後轉 你的腳就是勾著滑板 把它往後勾回來而已 帶板不是 往外帶出去 如果你往外帶出去的話 你就會跳出去 那跳出去 你跳不太完之外呢 你身體難 不會在滑板上面 所以 你的滑板就是在那裡跳180 它還是不太會滑行 然後你要解決的方式就是 你記得跳的時候 必須是你的前腳 往回帶 跳起來的時候 往回帶 這樣子 好 跳起來往回帶 然後你在練習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設定一條軌道 你盡量在那個軌道直線上 不要有太多的位移 如果有位移太多的話 就代表你的身體已經往外跳了 包括你後腳點板啊 前腳往外帶 包括後腳也是有因素 後腳點板 就是 點了 然後用後腳支撐力 然後往後跳這樣可以 所以你的人才往外跳 所以記得點板的時候啊 前腳往後帶 但是我們點板之後 也是要往前推 那就變這樣 OK 好的 那我們今天 Frontside Oli的教學 就到這一邊 接下來也會盡快 將Backside Oli的動作上線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訂閱我們 對於這些動作啊 你有什麼疑慮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馬上見囉 掰